大陆艺人王宝强近年来辗转电影圈 精湛演技 备受观众肯定 近日更推出了自导自演的第一部电影《大闹天竺》 虽然票房成绩不足 但自于上映以来 网友对该部片子的评价都非常两极 甚至有人狠逼王宝强根本不应该当导演 对此 王宝强日前受采访时透露自己拍电影 其实都是为了自己予以孤弟弟的一个承诺 王宝强导演的处女作《大闹天竺》 自上映以来引发了不少争议 不少观众认为该部电影的剧情不连贯 特效低略等缺点 外界纷纷质疑他根本不适合当导演 王宝强回应 努力是可以改变现实的 一切尽有可能 他也称自己不会放弃电影梦 因为这是他儿时的梦想 是与弟弟间的一个承诺 王宝强称自己和弟弟从小都有一个孙悟空梦 但是后来就因为家境贫困 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到少林寺学武术 我答应他学成归来时教他武术 但是他没能等到我回来时就去世了 在电影《大闹天竹》的片尾中 王宝强也特地加上了 吉一此片借给我最亲爱的弟弟 片中也多次强调亲情的重要性 他也曾表示 这部电影最主要讲述的就是兄弟情